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一段让刘品言笑说 自己很像训导主任对学生说教 这些金句被网友大赞根本讲尽心坎里 除了传达给女性生小孩的正确观念 剧中张宁一度因为打破卵针差点赔上性命 让好友刘品言对她老公说出真相 他是为了你男性的尊严 还有我们家的客场面 你才是朋友那一方 生不出来就不要生了吗 妈难受啊 生不得 对不起 我没有把你照顾好 透过婚姻真实呈现 凡思生小孩的意义 刘品言的霸气正义形象 也收服不少粉丝的心 三十五黄市的关税理台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